如果我希望把最后的这个斗点 比如说我现在现在输出的话 最后这个斗点的话我会多一个99 因为我就会觉得那个程式常会写 然后就会有那种程式的洁癖吧 就觉得后面这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最后那个斗点已经到最后了 干嘛还有一个斗点 OK 所以如果想要把它拿掉的话 方法很多啦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串成字串 最后那个不要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学到 但我们学到什么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判断的话 你看当最后一个 就不要斗点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在这个回圈里面怎么样 Enter一下 先做逻辑判断 if 那当然呢 如果它怎么样呢 那个I的值怎么样 你小于什么 如果它小于 小于 小于 如果是小于 99 也不对 刚才干脆 直接它等于好了 等于多少 等于99好了 99 那个不要斗点 其他 所以如果等于 然后你就讲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等于99 那就不要有这个 反思的话 我先把这个反思到else 反思就是有 反思才有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复制放到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就不要有 当它99的时候 就不要有逗点 可是其他的都要有 OK 那把它实行一下 你会发现 最后那个逗点 就会不见了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 不是好方法 只是说你还没学到 其他的方法之前 这个是其中一种解法 OK 另外当然那个逻辑 如果我刚刚讲过 如果等于是这个 如果不等于的话 其实另外有写法 不等于的话 上下就颠倒一下 只是说怎么写 这是我觉得 有时候看你怎么去思考 每个人思考的 这个逻辑不同 写出来程式一定有没有不一样 OK 其他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做加总的话 假设同样这一题 如果我今天想 我希望把这个I的词 帮我做累加的话 特别注意 累加 在以前VBA累加是这样写 上 假设我多一个变数叫上 sum等于sum自己本身 加上i就可以了 假如说sum的里面的尺 预设值是空的 那他加了1之后 他里面就放1了 有没有 他基本上这个等号 是把后面加完的结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他ID一个是为1 1加上空的 那就是1 放到前面去 等到2的话呢 那sum1 1加上2 那就把3再存到前面 意思是说 他会一直加加加 加完之后就通通放到sum的意思 所以特别之后 不要被这个等号给曲解了 因为同学 老师这个等于不是 因为以前写过数学 其实特别之后 不要用以前的数学来看这个程式 不然你会很容易就搞混了 意思是说 这个等于应该是把后面做完的运算 储存到前面的意思 OK 应该是比较正确的理解 OK 好 可是问题来了 最后怎么样 你要再怎么样 把这个sum的结果print出来 所以最后把这个print print什么 print sum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如果执行的话 理论上程式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你一执行会发生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阶层 特别注意 我们一直强调 这边不是会有一个tab 如果说这个tab的话 这个sum的变数 现在如果是在这个回圈里面跑的话 它现在这个变数是属于 这个回圈里面的一个变数 它就好像说 我今天我家里的东西 我没有拿出来 就不代表可以共用 OK 就像我的资料 云端上的资料 有些东西我有给你们看到 那表示是可以共用 但是我如果不给你们看到的 那就是我私人的东西 那目前这种现象 这个放里面的话 意思是说 这个只有for回圈里面 可以存取到这个sum的变数 没有跟你共用 所以你一执行 它会出现错误 OK 这边的话会出现这个错误 因为它抓不到 所以它会有个typeL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你只要在第一行的地方 先产生一个sum的变数 给它出史诗 可是你不能宣告 没关系 你可以丢一个sum等于0 意思就是说 我先在大家可以共用的地方 我先建一个变数 然后你之后再放的话 就会放在大家可以存取到的地方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常常程式莫名其妙发生的问题 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实际上在程式语言里面 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术语 这个里面的变数叫做区域变数 也就是说 只有在这个区域里面 可以被使用的这个值 OK 那外面的话叫全域变数 OK 所以我们现在加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等于就是把这个sum的变数 放在大家可以共用的地方 大家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print的时候 才可以抓到这个sum里面的值 OK 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 理论上没有改认的东西 只有加一个sum等于0 执行结果不OK呢 4950 没有问题 当然最后你可以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 结局 加一个前面一个叙述吧 跟刚刚一样 结果为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结果好了 OK 结果 冒号 当然一样 我们在后面的话 要把它串接的话 必须再把它转型 转成sum OK 这样的话呢 就把它输出 那结果冒号就出来 结果 就这个结果 那其他的话呢 我想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中间 就加一个累加 把这里面累加完的丢到前面去 最后做输出 再来最后补充一下 这种写法之外 如果你们会来看到 它有另外一种写法 跟Java很像 加等于 写这样 跟写刚刚这样 都可以 不过因为 当然也是一样 看你比如说 如果跟VBA可以通的话 VBA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在VBA写加等于 它不接受 OK 所以有的说法 我的习惯是 最好是可以兼容 哪一种比较 OK的话你就写哪一种 好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写一下 是 请问 那个第三 对 这一地方累加最容易不能理解的话就是 后面东西计算完 存到前面的 这个问题 可能会写程式的人觉得没什么 但是不会写程式的人会觉得 哇 这完全超过自己以前能够理解的 所以尽量你把以前的那种数学运算 先忘掉吧 你就用我刚刚讲的 把后面运算完的结果存到前面去 存完 也就是说你做完运算之后 你可以把那个值给盖掉 有没有 盖过去 所以变数里面的值是随时可以被后面新产生的值给覆盖过去 有点像那个剪贴簿啦 所以剪贴簿实际上就是一个变数 只是说它只有一个 所以剪贴簿你会发现你Ctrl-C 在Ctrl-C之后又把前面的又覆盖掉了 所以变数有点像是那个剪贴簿那个概念 就是说你在程式里面可以有很多的剪贴簿 OK 然后电脑里面只有一个剪贴簿大概是这样子 概念 所以写法 所以这种写法我是觉得相对于 另外刚刚有一种写法什么 加等于这种写法 应该会更好解说啦 因为如果你写成加等于I的话 哇 那很多人会更头痛 什么叫加等于I OK 刚刚那个Sum等于Sum加I已经够头痛了 Sum加等于I 哇 那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所以 建议啦 如果你实在不太纯熟 不太熟这些都 你就先写成这样吧 OK